本土疫情大爆發 全台上萬人居隔 政府用手機定位緊盯民眾 但嚴格的電子圍離 卻爆出有漏洞 台中市議員江周國一大早發文 抱怨遠景半夜案三次門鈴 讓人清夢更擾鈴 就為了確認他是否在家居隔 但他人根本就沒離開 質疑手機定位不準確 不要說昨天晚上 其實到現在我也一步都 沒有離開過這間房間 近日因天候狀況不加不穩定 那造成手機狀況 偶爾會有失常的狀況發生 呼籲大家如果遇到隔離的話 盡量保持手機暢通 將手機放置於訊號良好處 並保持開機狀態 因為天氣影響訊號 導致隔民眾被落跑遠景 也很無奈 但議員質疑 隔人數越來越多 難道未來只要定位不準 警方就得逐一登門確認嗎 既然我們現在的目標 不再是清零 未來也要跟病毒共存 我希望這個電子圍離的政策 也應該要適度的來調整 或者是取消 這樣也才不會讓前端的 衛政調查的人員 一直到後端的照顧 居隔人員的警察人員 這麼的辛苦 電子圍離不只後端確認問題多 前端在開啟時也常因為 行政流程繁雜導致居隔者 在匡列天數上出現計算誤差 議員就呼籲電子圍離政策該與時俱進 否則莽死遠景也只是白做工 華語新聞洪世成林委屈白雲飛台中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